首先进入系统 然后点模式选择 也是点了模式选择 然后把这里的颜色改为绿色箭头向下 然后换点数调到40 这个的话可以调到11 只要不是0就可以了 可以调到21 然后参数 这里of切换也是调过来 也调个绿色箭头 这里调到40 这里也可以调到21 调到21 40 然后切换检查一下 然后就点OK 再点一下设置 设置 然后一次延迟调到21 一次开阀34 一次维持75 二次调到21 34 75 清晖时间 清晖间隔06 清晖时间30 OK 然后 确定 然后再点一下设置 这里有个设置 点一下 一次通的主速调为2 然后背景基准调到255 这里镜头1 这里镜头1 1 2 3 都是这样的 2 3 4 一样的 就是1234 就是一样的 然后OK 还有一个就是单个灵敏度 镜头1 调到27% 然后镜头2 然后镜头2 调到24% 镜头2 镜头3 调到25% 镜头4调到26% 然后这里OK 确定 点一下设置 震动器 一般可以调调大调小 好 好 OK 开起来 点一下收補桌 補桌的话镜头1 背景 背景素质调到60 然后镜头2 背景素质调到22 镜头2 镜头1 就调镜头1 镜头2 就可以了 然后确定 这样就可以直接启动了